另外要看到的在屏東萬丹 位於南北路一間豆皮工廠 在今天晚間不明原因起火 由於現場是堆積大量的木材棧板 導致火勢迅速蔓延 加上現場是水源缺乏區 消防員趕快利用周邊的養殖池水 來協助灌救最新狀況 連線記者何之余 好的主位觀眾 屏東萬丹南北路上的一間豆皮工廠 23號晚間7點半的時候發生大火 從畫面當中你可以清楚看到 火勢燒得相當的猛烈 橘紅色的火光是照亮整個夜空 工廠內是堆放了大量的木材 由於是天干物燥 導致火勢迅速的蔓延一發不可收拾 再加上現場是水源缺乏區 也增加了搶救上的困難 來看一下當時情況 消防隊員貨爆之後 發現火勢實在太大 但水源不足 趕緊利用周邊養殖池的食水 來協助灌救 才將火勢給控制住了 目前消防隊員正在進行殘火處理中 所幸豆皮工廠的工作人員都已經下班 沒有任何人員傷亡 以上是現場最新 把鏡頭交還給棚內